健康医生亲越看越年轻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健康医生亲的导演号 随时和我们联系哦 母外翻矫正器 这是我妈推荐给我的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大脚趾这边就会凸出来 像现在女生啊 基本上十个女生 大概七个女生都会有母主外翻 对于一个拥有大脚股母外翻的我来说呀 看见这种案例我可太心动了 这不一口气我就吓了嗓子 这两个先到了 这个说是白天可以穿的 这个呢就是睡觉的时候可以穿的 我和谐都反正都吓到了 我就试试呗 看看好不好使 但是啊我看那个卖家秀 还有我身边的人都提醒我 说这个矫正器啊没有用 甚至说穿完就更疼吧 我这刚然其实来点希望啊 又破灭了 所以我和谐问问权威人士 就这种东西传上到底有没有用啊 那我这大脚股有没有救啊 大脚股啊就是也就是母外翻 刚才那位求助观众说了 大脚股有爱观瞻 但是还有一点啊 他可能忘说了 这些朋友可能他会比较疼 光天化日的啊我就不给大家伙脱鞋展示了 但是这玩意是真造罪啊 我这夏天买鞋老费劲了 夏天比如说买凉鞋 得买那个大脚股那会儿没有遮挡物这才行 蔡老师啊那就专门因为这个大脚股 也就是母外翻去找您看病的人多吗 还真不少啊 我们千万不能忽视这个母外翻这个疾病 有很多人呢 都是因为这个母外翻特别严重了 引起了这个组部的疼痛 影响行走功能以及生活了 来到我们这块做我素的 这样的人群还真挺多 那有的人群呢 平时觉得我忍一忍就行 但是呢到疼痛了 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来做的 有的还有半夜过来找我做的 因为这个疼痛确实是很痛苦的 记得特别清楚 在一个特别冷的一个大冬天 自己穿个大棉拖鞋 就过来招作素来了 其实对于疼痛来讲 大家伙的预知不一样 有人就是我对疼痛不感冒 我可以忍一忍 毕竟手术是个大事嘛 对吧 那如果说这个大脚股 疼的可以忍 不管它就那么放着行不行 这个还真不行 多数人都是这样想 我忍一忍 我曾经有这样一个患者 他是来看肝脏疾病的 然后正好他的这个门诊呢 和我这个症对着 他顺便就到骨坑来咨询咨询 说你看我这个脚 这样一个大脚骨 我一看是母外反 然后那个我说 你现在这个情况 需要做个小手术处理一下 他说我这个疼也能忍呢 所以说当时就不同意做 结果呢 过了半年之后 跑这找我做手术来了 原因是这半年发展的特别快 已经严重的影响 他的性的功能 所以说这个母外反 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局部的一个关系 它还会影响下肢立腺 轻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 一旦中了处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蔡老师 下肢立腺 这腺是哪条腺呢 下肢立腺是哪条腺呢 它就是髋关节的中心 髻关节的中心 和踝关节中心连腺 在正常生理状况下 它是一条直线 它很稳定 但一旦某一个关节部位 它出现了角度 这条直线就变弯了 这个线就会发生了偏移 刚才您说到怀西宽 就下肢立腺这个事 我们觉得挺生猛的 您如果光是这个脚上的事 无所谓 你现在涉及到一条腿了 是这样的 这个母外反 它绝对不单纯是脚的事 确实能影响到下肢立腺 我们知道啊 立生于足 传导于腿 支撑整个身体 对吧 当母外反发生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下肢立腺 它就会发生改变 就像我这个肌木一样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 它是这样直流了 当母外反发生的时候 它最底下这块出现了倾斜 那么人体为了维持平衡 它上面这块呢 就会往回重新塑造一个平衡立腺 那这样的话呢 它整个所有的关节连接部位 都会随着脚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所以说当母外反发生的时候呢 怀管也会出现外反 而洗关节会出现内扣 而这个宽关节呢 它会出现这个内旋和这个清洗 它们这些所有的目的呢 都是为了人体的一个重新的平衡 那么这个立腺就受到了改变 那么长此以往 关节呢也会受到影响 那就如果这么看的话 只要是这个底儿出现了问题 那这一条线上的所有关节 它都会受到影响吧 是这样的 这个地基一旦不稳了 上面也就不稳了 对不对 那人体为了站立呢 自然而然要进行自我的 重新平衡调整 所以当母外反发生的时候呢 怀管节受力不均衡 那么洗关节呢 搬运板挤压的方向也不一致 那么受力也不挤压 就会出现搬运板的疼痛 关节的磨损蜕变 以及聚骨的疼痛等等 更严重的可能会引起脊柱的策略 因为脊柱也要去调整 它这种平衡感 那么会引起这个 腰间盘脊柱的相关病变 可能咱们电视机前 有很多的朋友 尤其是女性朋友 你已经有这个母外反 这个毛病了 你是不是看着自己的脚 会发出疑问 说我跟别人也都差不多 为什么这个母外反 就找上我呢 由于常年累月 在手术室做手术 五老的脚趾和手指 都有些变形 脚趾因为常年久战 甚至出现了 严重的母外反叠指 近期我们接诊了 一名女性患者 32岁 就诊时呢 她的主要症状呢 是前足疼痛 患者主宿呢 不能穿高分鞋 穿上以后呢 就觉得前足夹脚 疼痛难忍 在冬天 她穿了一双连拖鞋来就诊 经过我们检查 患者呢 所得疾病是母外反 疾病造成的脑炎疾病 她的母外反脚 已经达到了40度 穿高分鞋我知道 她那个脚总是挤着 那肯定不好啊 那难道九战 也是这个造成母外反的 原因之一吗 这个吴孟超 吴老 他这个母外反 就是九战造成的吗 是这样的 导致母外反的原因 有很多 其中有这样几点 是目前认为是 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年龄 和这个战力的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人体的这个 足部的这个韧带 将会逐渐地松弛 而她这个足弓呢 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形 所以呢 当足弓变形 骨骼变形的时候呢 容易形成这个母外反 同时呢 如果说她的工作性质 还是九战 像我们吴老 那样 她每天做午素的时间 特别长 年龄还大 那么这个时候 就容易造成母外反的发生 那么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穿鞋因素 特别是穿这个高跟鞋 我们的这个女士 都喜欢穿高跟鞋 对吧 当根部抬高 而前掌形成角度的 这个过程中呢 就会造成这个 拇指的这个子骨 向外形成角度 那么这也是形成这个 母外反的原因之一 那么第三个原因因素呢 就是遗传因素 目前医学研究发现呢 这个母外反有遗传倾向 如果说父母以及家人 有母外反这样的患者人群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多注意 母外反是不是分轻重 只要是母外反就得干预吗 不是这样的 母外反呢 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分轻重重度 轻重度 我们不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 可能进行手法的矫正 以及后面我们也会讲一些 相对的这个锻炼方式 它就可以逐渐地回来 而重度的母外反 那么严重地形成了 这种骨骼的变形 那么它就会造成 下肢力线的改变 这样的母外反就需要手速资料了 网友肯迪就说了 他说如此说来 母外反久了 是不是太容易造成X形腿 那可太不美观了 是这样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 母外反发生是 这洗关节是内扣的 那么洗关节是向外乘脚的 如果两侧的洗关节都向外乘脚 那么这就是X形腿 它不仅仅是不美观 还容易进一步地磨损 洗关节的外侧平台 形成这种外翻型洗关节炎 这个母外翻呢 我们不管它肯定是不行了 那咱们就又回到原点了 怎么才能解决呢 就开场求助观众 他说的这个拇指矫正器 这个能好使吗 在我面前这几样 都是我们组的女同事 买来对抗母外翻的 她们贡献出来了 有是隔离开的 有硬拽的 这些母外翻矫正器 到底有没有用呢 这几种矫正器 我们看这是硬性的 就是强制地把脚趾头 给它硬性掰过来 而这个是半硬性的 有一定的活动度可调的 而这个是有一定的弹性的 是不是 逐渐逐渐地让它 这个母外翻矫正的 那么这些矫正器的原理 无非都是什么呢 改变母指现在外翻的这种形态 用一个外力 把它给它支撑过来 但是它作用的范围也有限 这些矫正器的意义 就是不大了 那假如说 我是一位母外翻的患者 我没去医院 让专业的医生 来判断严重的程度 我们在家能不能自测一下 也可以的 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道具 一张纸 纸上描绘出我们足的 特别拇指和足掌的大体形态 然后用个两脚器 进行一个初步的测量 我们看 首先沿着拇指的 植骨的轴线 做一条直线 这是第一条直线 然后第二条直线是什么呢 是沿着足的内侧圆 做一条直线 这两条直线形成的这个夹角 如果说在15度以内 那么我们就认为是正常的 如果说这个夹角呢 处于15度到30度之间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轻度的母外翻 那么30度到40度之间 是一个中度的母外翻 如果这个夹角大于40度 那么此刻呢 它大拇指很可能就已经 搭到这个垫上了 那么它就是一个重度的母外翻 如果按照这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自己有母外翻了 有什么招能够缓解吗 也是有一定的办法的 好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我们给很多母外翻的伙伴们 提供一些靠谱的缓解方法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锁走道 身压子 身压外翻 严重外大 膝盖不舒服 跑完步之后膝盖内侧疼 下肢的底儿出现问题 这个立线也会发生问题 关节磨损严重 竟然因为它是个严重的外八字 走路的姿势真的影响到膝盖吗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老咳喘 反反复复 是啊 年年治 年年饭 俗话说 治病要治根 老咳喘 病在咳痰喘 病根在鱼肺 中药补肺丸 老传统 大蜜丸 老咳喘 气短喘可是 补补肺 治治根吧 老咳喘 肺气不足了 补补肺 治治根吧 肺部健康品 传承六百年 养无疾牌 补肺丸 运动友情更健康 可减成 餐后自在不负担 可减成 休闲控卡更轻松 可减成 零这堂算是全国销量领先 大这堂 可减成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轻 欢迎大家的观众 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今天来到现场为大家传递 靠谱健康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骨科主任医师 蔡振存医生 欢迎蔡老师 欢迎 大家好 上一节蔡老师说了 长期母外翻 导致下肢的立腺的改变 可能对你的怀 膝 宽 甚至于腰椎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母外翻这个事 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呢 这个母外翻呢 如果说这个外翻角大于了40度 我们诊断为中度母外翻 那就只能手术治疗了 我们可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 矫正改变这个母外翻的这个形态 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那么对于中度和轻度的母外翻 我们可以尝试性的应用一些锻炼方法 锻炼一下母外展机 那么下面呢 就教大家几种锻炼母外展机的方法 那太好了 您赶紧的吧 别客气了 好 这几种方法呀 并不复杂 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呢 就能够进行训练 第一呢 就是用大脚趾和二脚趾间的缝隙呢 夹这个毛巾 我们用单脚就可以 把大脚趾和二脚趾逐渐地展开 然后呢 把毛巾呢 放到大脚趾和二脚趾的缝里 然后呢 把它夹持起来 这样去训练母外展机 第二种方法呢 用一根手指抵在大脚趾的外侧 同时呢 大脚趾使劲 找到足根内侧的发力感 用大拇指呢 发力往外拉伸 也就是用手去对抗它 第三个呢 就是两脚并拢 然后呢 在两大拇指上呢 套一个橡皮套 然后把两脚分开来拉伸大拇指 双侧的大拇指同时进行拉伸 这样去训练母外展机 这一组训练我们每次要做多久 才能对这个肌肉有效果 这个训练呢 因人而异 看一看你这个外翻的这个程度 如果是轻度的母外翻 并且在临床上呢 没有什么症状的话 那么我们每天呢 做五分钟就可以了 一天呢 做两次 那么如果是中度的母外翻 你还有疼痛症状了 这样呢 可能就要加时间 一般的情况下呢 一天做三次 连续做两到三个月 这个症状啊 以及外观形状啊 都能够得到一定的环节 其实母外翻这个事儿啊 很多人都没考虑到 可能会影响下肢立腺这个问题 非常的严重啊 大家会可以适当地关注一下 别让它发展的这个特别严重的时候 就得不偿失了 其实还有一个动作啊 我们平时也可能觉得 就是跟母外翻一样 就是丑一点嘛 可能不会对健康有太大的影响嘛 来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动作 你有没有 这啊 就是我媳妇之前 偷拍我的视频 说我走道像哑子一样外保 撇了撇了 我呢 本来没闹回事 该打走打走 可谁知道呢 前两天她又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这个膝盖呢 里面有半月板 过度外八字走路以后 会造成对于半月板的 一个额外的磨损 哇 这回忆了一样 还真是 哪怕我说不跑步呢 走路时间长啊 膝盖都疼 你说啊 这会不会 真的跟外八字有关系呢 我就是跑完步之后 膝盖内侧疼 但就是改不了 可咋办呢 本人又叫严重外八 跑步的时候一开始 就是膝盖不舒服 跑时间长了 整条腿都疼 我就是跑步完之后内侧疼 我合计可能确实跟外八字有关 但是感觉怎么也改不了啊 外八字 就这么个走路的姿势 真能影响到膝盖吗 咱们再来看一条新闻吧 江苏扬州53岁的胡先生 自从被查出二型糖尿病后 每天坚持饭后走路锻炼半小时 但最近胡先生发现 自己的膝关节总是酸痛僵硬 在医院一检查才发现 他的膝关节出现了严重的磨损 最好做一下人工关节致患手术 医生详细询问后判断 胡先生关节磨损严重 竟然因为它是个严重的外八字 长时间的外八字行走 就和我们的母外翻一样 它也是逐步发生了这个行走状态的异常 也就是说这个底出现了问题 那么下肢的底出现问题 这个力线也会发生问题 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外八字行走 就会使踝关节和洗关节 受到一个旋转的力 特别是洗关节 它半月板受力就会不均匀 内侧半月板的磨损 就会比外侧半月板重 那么就会出现半月板损伤 以及洗关节的疼痛 进而会出现髋关节炎 以及脊柱的弯曲改变 所以说外八字也确实能够影响下肢力线 那常年外八字是改变下肢力线了 常年的 对 常年的外八字行走 它不仅改变了下肢的重型力线 它还改变下肢的旋转力线 会出现骨骨和颈骨的随之的外旋性改变 但是话说回来 想改变下肢力线了 是不是这个外八字也挺严重了 才会影响到这个下肢各个关节的力量 或者是形状什么 是这样的 其实外八字它也是分级的 我们正常人走路的时候 也有轻度的外八字 这是正常的 但是看这个外八字的度数 外八字如果说度数大的话 那么长时间走 它就会改变下肢力线 我们可以自己测一测 看一看自己的外八字 有没有超标 是否会影响到下肢力线 那我就挺好奇了 就这个外八字都考极了 是吧 到底什么级别的我们得注意呢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HAPPY 回家 在外补肾 在家补肾 东方的智慧 惠人圣宝片 22位重要 一次好 不如次次好 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家补肾 圣宝片 运动有型更健康 喝减醇 餐后自在不负担 喝减醇 休闲控卡更轻松 喝减醇 凌这堂孙 全国销量领先 怕这堂 喝减醇 HAPPY 回家 在外补肾 在家补肾 东方的智慧 惠人圣宝片 22位重要 一次好 不如次次好 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家补肾 圣宝片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好 广告周 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今天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 靠谱健康知识的是 老朋友 来自沈阳医学院 附属中心医院 骨科主任医师 蔡振存医生 欢迎蔡老师 欢迎 大家好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 比较严重的外八字 可能会改变下肢力线 并且会对你的怀和息 都造成影响 对吧 那什么样的外八字 算严重呢 蔡老师说了 它分级的 我们来怎么测试一下呢 我提供一个思路 我有个好朋友 就是个外八字 它外八字老严重了 然后就看它那个鞋 后跟外侧那 那都快磨没了 那咱们看这个 它鞋后跟外侧 能不能判断 它这个外八字 严不严重呢 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 如果说鞋 都已经出现 明显的磨损了 那么说明这个外八字 它这个严重性 也比较大了 是吧 这个外八字呢 它主要是指 这个脚尖到脚根的 这条组掌的 这条直线 和我们向前方的 这个纵形 走路的这个直线 它俩之间的这种夹角 我们可以这样测试 一般情况下 如果这个夹角 前进方向 和足底的 这个纵形线夹角 小于五度 那么认为是正常 我们正常人 也有这个五度左右的 这样一个外翻 如果呢 是五度到十五度 之间的夹角 那么考虑就是一个 轻度的外八字 那么如果说 我们足底的 这个轴线 和前进方向的 这个外翻角 大于十五度 而小于三十度 那就是一个 中度的一个夹角 如果大于三十度 那就是一个 重度的外八字 那么外八字 这个行走的过程中啊 它会造成 逐步的受力不均衡 特别是这个 外八字行走的时候 足弓的内侧员 受力比较大 那么长时间的 足弓内侧员受力呢 就会造成 内侧足弓塌陷 所以说进而的 形成了外侧员受力增加 所以说我们 很多外八字的人 它都是这个 足的外侧员 磨损的特别明显 那么当这个 足部改变之后呢 也进一步的 会出现 喜部的改变 所以说长时间 外八字行走的人呢 会造成 下肢立线的改变 各个关节的磨损加重 说实话 外八不是特别好改 对吧 那是一种习惯 但是也阻挡不了 大家这个改变的决心啊 你看看没 大家伙就想了 这老多招 咱们看一看啊 都好不好用啊 外八字的 我有一个习惯 看到有限的马路 就想踩着走 绑绑我的外八字 不是说我外八字吗 我这走道的时候 可以变成那八字 这一综合 我的外八字 应该就能没了吧 我的秘诀就是 穿高跟鞋 越细越好 这样注意力 都在脚上了 也就自然会想起来 搬外八字 蔡老师 大伙这个招 您觉得咋样 这几个办法呢 我们看一下啊 第一个穿高跟鞋 刚才咱说了 这个高跟鞋 是引起母外翻的 一个因素 所以很显然 穿高跟鞋 对组部的健康 是不好的 所以并不建议 穿高跟鞋 来绞成这个外八字 你要男的也不行 男的也穿不了 是不是 所以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可能适合部分女性 但是并不推荐 那么第二种方法 就是走半马线 见到直线就走 是这个意思吧 相当于走直线 那么这个呢 它确实是绞成外八字 这种方法 因为毕竟把这个足啊 强力地给它绑过来了嘛 但是这个走直线呢 它也有危险 它并不是和我们的 这个正常的这个行走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呢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大家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么对 第三种呢 更是强力矫正了 对吧 我把外八变成内八 这样走 这可能是一种方法 但是我觉得 外八的人 如果让他内八走 可能走不了 因为我在临床上发现呢 如果说这个外八的人 你让他内八走 其实他是走不了几步了 所以说这个呢 也不推荐 因为啥呢 第一它实现不了 第二呢不稳定 所以说这几种方法呢 都不是我推荐的最好方法 那你有啥更专业的 然后还好用的 可以缓解外八字的方法吗 你看我一合计 你就这样问 说你不推荐 那你就推荐一个好 推荐的方法很简单 我把它称之为走双杠 走双杠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个地面上 画两条平行线 这个线的宽度呢 与间同宽 也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 两只脚之间正常的宽度 然后呢 把两只脚打开 分别踩在两条对应的线上 但是一定要保持什么呢 这个下直立线是正的 然后这个脚呢 平行于这个两条线 这个脚一定不要和这两条线成脚 然后呢 分开之后脚尖向前 逐步的行走 就把脚尖摆直 对 就是正常走 所以非常简单 蔡老师 那如果说我就把一条线 我就像走猫步似的那么走 那效果不应该是更好吗 你看啊 这就是我们刚才那网友 那第二种方法 走斑马线 跟它也类似 是不是啊 你这样走猫步 这样走吧 它也是一种锻炼方法 但是呢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实现 能走的 第一点呢 就是这样走不稳定 容易甩 你想想 两个脚这样都稳定啊 你都走一个直线 就容易左右斑了 不安全 第二点就是它 它违背我们正常的下肢力的生理特点 因为我们下肢力 现在正常它就是 两条腿走路嘛 对不对 不是一条腿来回歪嘛 对吧 所以说 要想恢复这个正常的生理解剖 生物力学特点 还能够保证一个安全的这个锻炼方式 还是建议走双杠 别走单杠 看这外八字 还要走猫步呢 那每天走双杠 要练习多少时间比较好 每次啊 持续15到20分钟 每天练习两组就可以了 坚持一个月左右 就会有明显的改变 这个母外翻啊 不光是难看和让脚疼 还能够累积到膝怀胯腰都受伤 下肢力线的这个歪曲 会伤及膝怀腰胯 建议大家呢 在家加以锻炼 外八字也不止关乎眉丑 它还可能累积到膝关节 外八字啊 也会改变下肢的生物力线 建议大家练练走双杠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提示各位关注健康医生卿的 抖音号和公众号 里边有更多的健康信息 跟各位分享 健康医生卿 越开